谢谢你 谢谢你在微博发的定位 宋嘉诚需要你的帮助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去年的九月二十八号下午 宋嘉诚是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 什么九月二十八号 记得这场电影吗 如果想不起来 可以去看看你去年九月二十八号下午 发的朋友圈 我是看过这场电影 但这不代表我是跟宋嘉诚一会儿看的 我对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看的这场电影并不感兴趣 我想请你回忆一下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 宋嘉诚是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 去年九月二十八号下午 宋嘉诚没有跟我在一起 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不要来骚扰我 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这两张电影票 是在他的媳妇口袋里找到的 我今天来找你 是因为你的证言 事关宋嘉诚的一份 很重要的不在场证明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刚刚跟你说了 我跟宋嘉诚已经是过去世了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你要再纠缠我的话 我要打110了 罗希 宋嘉诚也算是用心待会儿 如果你这儿真的有他的不在场证明 你不拿出来 他可能会因此而坐牢 你良心何安 我为什么要良心不安啊 我跟你说了一百遍了 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你们的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毫不关心 你今天来到底要干吗 是不是就想搞瘦我 行 来啊 喊啊 这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真闹起来看是我难看 还是你难看 你别走 行啊 想闹是吗 来啊 现在就打电话 110报警 把警察叫来 我现在马上把你男朋友叫过来 咱们把宋嘉诚的事摊开了谈 行吗 你到底要干吗 真是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跟宋嘉诚 扯上任何关系 我跟他也已经没关系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今天来找你是作为一名律师 我需要找到他的不在场证明 站着谈还是坐着谈 我需要找到他的不在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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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是你的目的 是我的 这是去年九月二十八号 宋嘉诚购买的几件首饰 其中包括 手链项链 项锯和耳环 跟你挂出去 要卖的这几件首饰是一致的 都是刷的宋嘉诚的卡 你该怎么解释 信用卡是他给我用的 我买点东西不行吗 是你一个人去买的吗 对 认识这个吗 不应该不认识吧 你有一模一样的衣服 这副耳环 是去年的九月二十八号下午 和你的那些首饰 同时在同一家首饰店购买的 刷的也是宋嘉诚的卡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这副耳环是你卖给我的 然后赶在宋嘉诚回家之前 交给他 让他晚上回家的时候 再交给我 是这样吗 你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交给宋嘉诚的 你凭什么刷宋嘉诚的卡 给我买首饰 这不是我买的 是他送给我的 去年九月二十八号 他一整天都跟我在一块 你满意了吗 你愿意出庭做证吗 我不愿意 我不能让我现在的男朋友 知道我过去的事 那你愿意提供证据吗 你们俩真离婚吗 有看离婚证吗 我可以提供证据 去年九月二十八号 我跟他拍了照片和视频 我现在发你邮箱了 我现在发你邮箱了 一遍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邮箱 有段时间 我想跟你摊牌 把照片跟视频发给你 逼你们离婚 我偷偷翻了她的手机